陳時中真的是自我感覺良好 防疫成績是要由民眾來打分數 而不是自己自吹自擂 他應該好好去問 一百多名因為染疫而死亡民眾的家屬 會為他打幾分 這場選舉從之前到現在 黃山有柯文哲有台北市政府 陳時中有王必勝有指揮中心 有總統集團隊有行政院的中央資源 但是我相信用雙腳可以走出一片天 我也會證明這場選舉 唯一的主角就是台北市民 我會持續的深入基層 一步一腳印持續端出政策牛肉 爭取台北市民的認同 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 陳時中說他防疫85分 滿疫苗90分 七十八 喂 這個自我感覺良好 什麼叫自我感覺良好就是這樣 你怎麼看說陳時中接受專訪 說自己防疫成績85分 你怎麼看 但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被問到 這件事情則說去死吧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陳時中真的是自我感覺良好 防疫成績是要由民眾來打分數 而不是自己自吹自擂 他應該好好去問 一百多名因為染疫而死亡民眾的家屬 會為他打幾分 如果沒有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官員 現在要來當父母官 大家當然不會接受 也難怪歷史的民調 他的討厭度頭這麼高 也是最高 其實在今年6月彭博社有一份全球防疫任性的排名 總共53個國家 台灣排第52 只因過俄羅斯 所以陳時中在7月離職前 留給世界台灣防疫的印象就是倒數第二 跟他的自我感覺良好 落差太大 那委員你怎麼看昨天這個陳時中在講到疫情的時候 他說至少林長佐他有去爭取 但是民就是公開私下都沒有為台北爭取什麼 他說要你講一件來給他評測看 他根本胡說八道 我們在地現場這幾位議員就知道 我們不只中正萬華 台北是12個行政區 我為大家爭取相關的防疫物資 很重要一點 在兩年前疫情更爆發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提出來要趕快訂定 防疫紓困條例的立法委員 我一開始提出來民進黨委員還反對 還善效 後來行政院接受我的意見 訂定了紓困特別條例 也才讓很多不只是弱勢 各個企業 中小企業 攤商能夠得到即時的紓困 而且我們才有特別預算 能夠購買相關的防疫物資 而且在過程當中 我不只是籌措物資 酒精 快篩 口罩 搭配我們議員 另外我們也發起愛心待用餐 在全台北是12個行政區 我也在萬華設立了心理諮商服務 種種這些其實都在防疫的過程 盡心盡力 那反觀陳時中 我想當時他對於台北市民 非常的不公平 在分配疫苗上面 其實在大家看到了 他給雙北的疫苗 比例上面不公平 然後輿論踏伐 民怨四起 他才好不容易增加了10% 但是台北市疫苗還是比高雄少 去年6月1號到6月10號 台北市的確診數已經破了1000 高雄還不到20 但是我們的疫苗還是比高雄少 只是差不多 所以這樣子齊頭式的平等 是假平等 實際上就是對雙北非常的不公平 差別的對待 而陳時中部長 是他開放了3加11 是他說萬華是破口 是他護航高端 是他阻擋民間疫苗 是他把疫苗合約封存30年 是他結合媒體去污衊慈濟 去傷害無辜的女性 委員想問一下 就是說那個綠穎現在內部評估說 不管今天是偷怕還是周遇透事件 對陳時中來講 好像這個殺傷力不是那麼大 無傷就是了 那他們也認為說 他們10月會開始迎頭趕上 這是就是追過去這樣子 你怎麼看他們現在內部的比 會不會太主持 我想這段期間 各種民調都已經出現一些明顯的變化 那我想最重要對我來講 就是持續的請走 一步一腳印 了解市民的需求 也會持續端出政策牛肉 來爭取市民的認同 我想問一下 黃珊珊今天也在龍山市拜拜 現在同時間 那會不會有打對台的感覺 我們到宮廟參拜都是好事情 我們都是祈求國泰民安 疫情趕快過去 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經濟復甦 我想不用有太多政治的聯想 或昨天黃珊珊代用 柯文哲 有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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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選舉 從之前到現在 黃珊有柯文哲 有台北市政府 陳時中 有王必勝 有指揮中心 有總統集團隊 有行政院的中央資源 但是 我相信 用雙腳可以走出一片天 我也會證明 這場選舉 唯一的主角 就是台北市民 我會持續的深入基層 一步一腳印 持續端出政策牛肉 爭取台北市民的認同 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